我如果今天還在台大當柯P你知道 石松良還在急診處當VS你知道 你敢講那種幹話 早就兵力就砸過去了 規則 台北市長柯文哲前一天才為指揮中心宣稱 北市有600多張病床 炮轟中央頭殼壞掉 隔天顯然怒氣未消再度開標 你們這些中央官員 不要坐在辦公室看報廟 怎麼可以講說什麼 雙北的醫療狀況你不清楚嗎 實事求是你知道 但是千萬不要在辦公室吹冷氣你知道 看報表然後要下政策亂來 我們收治的是房間數 或者是病床數的計算單位的不同 在雙北地區有320間 照雙北市長質疑 像活在平行世界的指揮中心 就算再公布最新病床數字 也是讓外界難去除疑慮 難怪柯P標準化 不過柯文哲畫風一轉 點破疫苗 台灣根本不是買不到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可以買 去年就花兩千一百億了 現在聽說要花多少錢 六千三你知道 我十分之一抽六百億 買疫苗就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買疫苗解決你不解決 然後再搞個六千億 這百塊也不用那麼多錢 你知道嗎 我看這還是 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從疫苗數量到紓困措施 蔡政府的大內宣沒停過 柯文哲看不下去 忍不住實話實說 全世界已經有18億的 將近18億的疫苗已經打掉 台灣要買個五百萬 不是那麼困難 做該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要做那個 奇奇怪怪的事情 雙北為防疫努力 甚至為封城做好準備 執政黨卻是一年多 疫苗還看不見 過不去的意識形態 也讓百姓質疑蔡政府 防疫的決心到底在哪裡 記得尿城 李宇璇 台北報導